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梁油食品工业的不断壮大 自创办以来 学校始终坚持 育人为本的办学理念 坚持质量力效 人才强效 特色星效发展战略 在调整合并中发展壮大 在改革转型中演绎传奇 现已形成了 以轻工食品类学科为特色 食品营养与人类健康领域 相关学科优势明显 以工科为主干 工 管 礼 文 经 农 义 法 等学科协调发展的 多科性大学格局 当年 我就在这间教室里 听我的老师讲课 现在 我又将知识 传递给我的学生们 学校给予我们的 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 更是人生观 价值观 世界观的塑造 润得育人不选一章 学校拥有一支敬业爱生 潜心智学的师资队伍 一千四百余名教职工 九百余名专任教师 七十余位国家级 省部级高层子人才 五十余位特聘教授 在这里共同诠释 灵德 积学 励志 笃行的眷勇 在这里深情演绎 行业高素质人才 培养的桃李芬芳 十四个教学院部 六十四个本科专业 十三个一级学科硕士点 六十四个二级学科硕士点 十四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两个省级优势特色学科群 七个省级一级学科重点学科 二点七亿元的教学科研仪器设备 一万七千余名学子 在这里拨种希望 深深学子在这里放飞梦想 毕业了 这个曾经再熟悉不过的地方 有了另外一个称呼 母校 忘不了在这里度过的轻松岁月 和生活的点点滴滴 青春有很多拐点 但在这里短短的几年 却让我的人生发生了最重要的蜕变 创新办学 行胜于严 学校始终坚持力得数人 以人才培养为中心 不断强化学习 应用 探究 创新 四位一体的应用型创新人才 培养特色 以长青科技文化艺术节 创业大赛等为依托 积极开展 学生课外学术科技文化活动 学生在挑战杯 数学建模 电子设计 机械创新设计 大学生英语竞赛等 各类学科竞赛中 披金斩棘 捷报 评传 写就轻功学子的智慧荣光 学校毕业生一次性就业率 和就业质量 连续多年 稳居省属高校前列 他们以能吃苦 能干事 能创业的良好素质 深受社会好评 近年来 学校承担各类纵向科研项目 一千三百余项 其中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863计划 973计划 前期研究专项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 国家级项目 216项 荣获省部级 及以上科研成果奖 105项 其中 国家科技进步 二等奖六项 省技术发明 一等奖一项 省科技进步 一等奖十六项 学校坚持 以学科建设为龙头 围绕大食品 大营养 大健康方向提挡升级 实现食品类特色优势 学科与机械 电子 生物 化工 信息 经济 管理等学科 同频共振 交叉融合 共同壮大 学校汇聚科研实力雄厚的研究机构和行业领军企业 完善协同创新模式 大力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 以科技驱动行业进步 让科技服务人类健康 今天的青工大正以独树一致的学科专业特色 高质量的人才培养 较为雄厚的应用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实力 强劲的社会服务能力 榜首屹立于高校之林 一项项科研成果在这里诞生 一代代栋梁之才在这里成长 带着对未来的憧憬 来到了这所向往已久的学府 眼前豁然开朗 心底春暖花开 我爱着树香弥漫的地方 在最好的年华遇见 希望未来的几年 我能善待韶华 不负青工时光 漫步校园 清风流韵 一百余万平米的校园 清幽雅致 五十五万平米的校园建筑 演映其间 湖光以泥中 微然矗立的图书馆 让青工学子的智慧源泉 鼓鼓流淌 各类形式的讲座 论坛 汇聚爱心的志愿工艺 精彩分成的文艺会演 青春飞扬的运动赛场 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 年轻学子在这里绽放芳华 编织美丽梦想 开放办学 国际事业 学校面向世界 与美国 德国 英国 俄罗斯等十几个国家的 二十余所高校和科研院所 以及港澳台地区高校 建立了人才培养 学术交流 与科研合作关系 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们 在这里感受中国大爱 和学海无疆 学校将全面加强党的领导 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 聚焦食品营养 与人类营养健康领域 瞄准国家粮食 与食品安全战略 和国家粮食与食品支柱产业 转型升级的重大需求 抢抓发展机遇 推进学科交叉与融合 寻求重点关键突破 开启建设特色鲜明的 高水平大学新增城 七十载毕露蓝履 七十载脚步铿墙 武汉清工大学 正昂扬奋进 阔步前行 在大食品 大营养 大健康领域 书写科技创新 和人才培养事业的 新蓝图 简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